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次我们讲述泰安法师介绍的两则故事 严重烧伤及车祸昏迷得救重生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处处实现灵感 台北市佛教协会理事长泰安法师讲了两则近年的事迹 民国57年9月 一位新殿的青年王永吉当时服役军中 适逢休假返家 修理家中瓦斯发生意外烧伤 全身达68% 报纸的报道是熟识的新殿广明寺真光法师 在中立看到报 急忙返回台北 赶到更申医院探望 这时王战士犹如吸入过多瓦斯渗入血液循环 经过吸血 而全身又现肿胀流汤 昏迷不景 住院二月余 医师已不保能医 泰安法师赶到 前念大悲咒 由夜晚九时至十时半 次日八时 王战士已醒了 下午二时能起床小便 又睡至隔日二时 伤势好转 一星期复原出院 八位医师护士惊讶的 向和尚和掌 王永吉先生俗名阿安 接受本刊访问时表示 观音菩萨灵感事迹太多了 不知的人以为迷信 其实是事实 但这不应临时祈求 平时就要修善心 做好事 造善业 佛祖才会暗中保佑 大劫化小劫 另一件灵感事迹 台北市泉州街 有位中药商叫张建春 在67年8月 他21岁的孩子发生车祸 送到台大医院急诊室 住院二十余天 昏迷不醒 眼睛已不会动 护士医生都说没希望了 真光法师联络到泰安法师 赶到病房念大悲咒40分钟 手艺能举起 次日能说话 过两星期康复出院 现在人好好地在做事 这两则故事 刊登于69年2月10日 慈思周刊 总62期24号